再来看看怎么会有车主这样子停车呢 日前有民众将车停在台中北区五全路上的一处停车场 要去缴费的时候发现 有一辆白色轿车紧紧贴在这个缴费机的前面 只留下大约二三十公分的宽度 民众根本没有办法进到里头 最后只好是硬钻过去 事后他把画面po上网 引发了网友通缉 停车的民众准备要去缴费 却发现一辆白色轿车 左侧紧紧连着缴费机 只留下大约二三十公分左右的宽度 这么一点点的缝隙就像是被封锁一样 左看右看民众根本无法顺利缴费 民众气得拍下画面po上网说不要这么自私 网友也纷纷留言说要是我就会挤过去 但刮坏车漆别怪我 还有人说只好踩过去了 只能跨过去啊不然呢 会联络客服解决 是有点傻眼 那你应该不是停车梗吧 民众看了影片都直说真的很夸张 而我们实际回到现场 原来疑似原本有画白色的停车梗 后来被用黑线涂销 不知道究竟是车主没有注意不小心 还是故意乱停 事后停车场也在缴费机的出入口 加装了一根黄色的塑胶警示防撞杆 就是避免再有车主没有注意 停得太靠近了 影响缴费的民众 谢谢江智世杰 韩中报道